每年健保开放注册期在10月15日至12月7日截至 对于联邦医疗保险受益人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评估和调整下一年的保险计划 福全健保结合西方医学和东方养生的优势 涵盖各种中西医疗疗法和会员福利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华裔的长者 他们除了在西方的这些医疗需要的保障之外 东方医疗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一般大部分的联邦医疗保险里面 对这一部分比较没有照顾到 所以我们是第一位就是有把这个部分把它融合起来的 能够更全面地照顾华裔的长者 我们针灸基本上有900个针灸师跟我们直接签合约的 那这个针灸的话是无限制 然后是有一个每年的上限的额度 但基本上是非常够的 你还可以推拿刮沙脚底按摩这些 其实基本上都是对这个我们的华人的长者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面都会有 那另外就是有一个随心卡 那你可以拿到一个就像一个像Mastercard 那你可以去超市可以买东西 也可以去买一些非除方药 比方说是维他命啊 这些都会在这个额度里面 为了服务广大的华裔民众 福全健保设有社区中心和国粤与服务专线 协助民众解答问题 华裔的客服服务 那基本上我们的客服是全面性照顾 而且我们现在目前是六秒钟就接电话 所以不需要等很久 那全面照顾呢 就是说不是只有说您对 比方说账单有问题 或者是我们的会员卡不见了 会打电话 基本上您需要我们帮您去 跟您的家庭医生去订 就是说找一个时间去看他 帮你做appointment 或者是帮你叫车 就是你有任何对联邦医疗保险 跟服务权有这个计划 有需要帮忙的服务呢 我们是全面的做照顾 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高兴的 因为其实对华人朋友 要有能够讲中文跟广东话 能够服务的客服人员 做全面的照顾是非常少有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服务 另外呢我们在社区 也有社区中心在我们的盟视 那除了在电话上 您如果会员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社区中心 那除了社区中心之外呢 也有定期的瑜伽课 太极课 还有就是庆生会 那现在是联邦转换期 我们会有这个就是福利的演讲会 欢迎大家呢打电话来查询 福全健保独特的养生东方医学福利 包含针灸健身计划 与灵活津贴的使用等 满足民众的多项保健需求 提供独特的全面保障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